基隆疫情持续延烧 足迹大清销 但相关案例在加十九例 其中小吃店相关 累计六十八人染疫 多个地方不同的场域 大致上这个案子还没有收敛 那要非常要提高请求 小吃店相关感染 还出现一家六口都确诊 原案爸爸案二三零八九 到银河小吃店消费 结果中招CT值十五点四 赶紧带家人去筛检 结果先验出妈妈跟女儿 都确诊CT值也不高 隔一天 阿公阿嬷儿子也接连染疫 全都是高病毒量 现况我觉得还要过个 两三天吧 才能够比较掌握得住 新增案例中 还有六例疫调中 找不到关联性 都尚未列入传播链 但整起小吃店群聚 向上追溯 两名警察竟疫调已蛮不实 职业勤食不嫁外出 到小吃店和女性 有人用餐喝酒 其中一位还参加二十四日的 两百人表扬餐会 形成防疫破口 让市民相当气愤 警察就风气不好啊 我们人民就不会 需要有电子足迹科学疫调 所以你这个实验是太差了 连你民进党自己执政的县市 也不用 基隆疫情扩大 传出基隆市行 近有将近三分之一遭隔离 内政部回应 人力不足的部分 会请相关单位支援 下午晨时中 在开完指挥中心记者会后 也赶到基隆参与防疫会议 在基隆做一点类普筛的 这样的一个社区的采检 那由中央我们来提供 相关的快筛试剂 基隆确诊连环报本土疫情 真正的考验才正要开始 记者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